永和年度表演艺术盛世2024永和仲夏夜之夢 将在永和仁爱公园从7月13号开始 一连四个周末夜晚 由众多强挡卡斯轮番上阵 包含民歌歌手在地社团 特技杂耍与异国舞蹈 带给市民朋友们精彩绝伦的视听饗宴 今年的永和仲夏夜之梦 有四场的主题活动 那首场民歌之夜 将在7月13日星期六晚上7点 在永和仁爱公园登场 那其他的场次呢 分比是7月20日的亲子之夜 8月10号的艺文之夜 以及8月17号的乐团之夜 这次的活动规划 以兼具传承跟创新 并落实在地的参与 以及关注多元的族群 区分怀旧民歌 儿童剧场 歌舞巨马 以及多元的乐团 那午后的时光吗 从每场次的活动下午 三点半到六点半 在仁爱公园大草坪 及标舞广场 提供气垫乐园 以及闯关游戏 街头艺人秀 手作DIY 以及胖卡餐车等 最重要的还有爆米花 及气球免费的大放送 另外压轴场的乐团之夜 还有摸奖活动 奖品非常丰富 欢迎大小朋友 暑假一起来永和 嗨翻一下 永和种下夜之梦 让市民朋友们可以在暑期旅游时 不必出远门 也可以享受到一整个月盛大的 一文嘉年华会 记者也根据新闻参加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